我会按单品一键一键再来介绍 基本上是大家都可以驾驭到短袖的衬衫T恤之类的这些 但我发现我风格太多了 没办法分类 所以我等一下就拿到哪一件 就给大家介绍哪一件 但大家放心 每一件都很好看 都是不一样的好看 我在搭的时候呢 我的灵感就蹭蹭蹭冒出来 没办法割水你知道吗 所以呢我就会每个单品有两种不同的搭配 这样就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搭配的参考和灵感 对 裤子部分呢 我都选的是比较奢夏天就比较轻薄的裤子 基本上大家都看到过的一些裤子 没看到的新的呢 我就可以再介绍一下 然后再交代一下我的身材什么 大家可以按1米75 110斤这样来参考我的 但是我夏天喜欢穿宽大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穿合身的 跟我差不多的尺码 可以选小两尺码或者一个尺码 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参考一下淘宝的详情 它有的鞋挺清楚的 可以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衣服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看这期的视频 第一件是我一定要分享的 因为它太好看了 就是一个大红色的T恤 就红红火火的 这件我在上一期音乐节穿搭已经出现过了 这件T恤呢 它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不能说它是多么的薄 因为我这期有非常薄的T恤 就薄如沉溢 所以这个呢 我只能说是正常的厚度 它整个作风非常的好 那前面的印花是比较轻薄的这种胶硬的 就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印花 所以我第一种搭配 就会搭配这个U系列的这个西裤 我已经专门介绍过U系列的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T恤它本身已经很有丰富的细节了 所以我们在搭配上就有一个轻重环机 你就可以搭配这样子裤 最好是光一点的 鞋子可以搭配花一点 这样可以上下一个护印 因为我发现这个T恤你可以有一点元素街头的那种感觉 可以混搭 我想说第二种方法呢 我觉得搭的不一样一点 就搭配这个牛仔裤 会搭配一个凉鞋 然后再背一个我买了很久 但是没机会展示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胯包 第二件是我拍了他们新品之后 我就非常喜欢的一件T恤 当时我就向心意姐表示我很喜欢它 但他们当时大会还没有做出来 所以他就把这件样衣送给我了 它就是我说的非常薄的 就薄乳产衣这样子 穿上身就感觉清风洗来非常的凉爽 但我很怕它不能不经洗 所以我拿回来洗过一次之后就还好 但我不知道洗过多几次之后怎么样 搭配呢我会有两种 一种是短裤一种是长裤 短裤呢我会用这种卡其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这个卡其色非常高级 过细的短裤我有一个穿搭的小tips 如果你上半身不想扎进去 有的人就想露出来 不穿袜子比例就会好一点 第二种搭配最简单一点 那个深蓝色的牛仔裤 然后比较修身 你穿上身之后就感觉你的比例很好 然后比较轻松 你搭配一个帆布鞋 戴个帽子什么的就ok就可以出门了 第三件我是喜欢它这个颜色 它是焦糖棕的 但我买回来之后发现它可能会显黑 所以可能会适合比较白皮肤一点的人 就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你夏天搭配除了短裤长裤 其实没有什么花样子 所以你可以按这个印花的风格去寻觅它 它印花就是有个笑脸嘛 比较可爱 我就搭配上选这样的一个比较亮色的胃裤 它就是这种薄的针织的 所以比较稀罕 很适合夏天穿 我觉得军蕾它搭配这个 也是比较安全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条裤子也是比较薄的 它是一个绳裤 它一裤可以三穿 这样看它是一个普通 有点工装感觉的裤子 但它的裤脚是可以收的 对 可以收紧 然后变成一个竖腿裤 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拉链 你把它拉开 它就变成了一个短裤 所以就非常的奇妙 这件是个灰色的T恤 你不要看它平平无奇 但它上身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版型很好看 然后它面上呢 和UNCF差不多 这种轻薄的 摸起来的敏软 很舒服 它这个图案非常的厉害 它是有反光的 你这个手机去拍它 你手机晴光的拍它的时候 它就会有反射出来的光 所以我觉得它蛮酷的这一点 第一种搭配呢 我会搭配这一个 我经常出现的一个 九分裤的一个牛仔裤 它前面是有个毛边的 第二种搭配是我夏天 非常爱穿的一种look 就搭配这种轻松的凉快 宽松的那种裤腿裤 然后这条裤子应该是新的 是一个卡其色的 它有点西装裤的感觉 非常的轻薄 很适合夏天穿 然后我呢就会这样的 我也不把这衣脚塞进去 我直接放出来 然后就比较宽松休闲 就很像这种日式的感觉 每个夏天这样穿 就感觉随时随地 你都在度假 整个人非常的清爽 就一点都不热 这样的搭配 但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的 有点松垮 所以我在搭配的时候 我就给了两种 一种搭 如果你想夏天穿得轻松一点的 就可以这么搭 这个T恤有很多颜色 另外这个粉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非常的像冰淇淋的颜色 很适合夏天 这些暗下来颜色差不多的 有点像肉粉色这个颜色 对这样子 我会搭配这样的一个裤子 这裤子是我朋友分享给我的 也算是一条神裤吧 因为它呢 虽然是这种胃裤的感觉 但它是一个微辣的形状 可以盖住你的脚面 所以你可以穿稍高一点之后呢 就显腿非常的长 它这个侧面是有 这样不规则抹上去的颜料很好看 接着也是一个灰色提摄 但它是比较接近黑色的一个深灰色 能被一对对后面了 水洗过后有点泛白 胸口呢 是要一个口袋的装饰 上面要拉链 背面是这个磁网的樱花 走近给你们看 它就是一个标语 生前的口袋 它口袋上还有小的口袋的细节 面料其实有一点泛白 这件提示就是基础款上增加了一些细节嘛 所以你搭配上其实很简单 我就用这个百搭的军绿色的裤子搭配它 只要简单的搭配一些小的单品之后呢 会发现它就可以马上延伸出不同的look 举个例子 就这件是我新进单品的 棋盘格棋是来守卫它 它不厚 它是一个比较麻的材质 它我走进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第二种大法 我就把这条裤子拆成短裤穿它 然后外面穿这个衬衫 上面是有点小熊猫 这样可爱的装饰 它是塔卡莎的 对 我好久没买过塔卡莎了 这件黑白条文的T恤 我是活动的时候收的 它叫108块钱 我觉得出人意料 因为它整体质感真的很不错 虽然它便宜吧 但整个细节都没有少 你们看 这个它的顶口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胸口有这样子的 一个标志 整体是这样 但它唯一的缺点呢 可能就是面料 也是有那么一堆堆厚 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买黑色 我看了白色的买加 所以我觉得不如黑色 一定要买黑色 对 然后它非常白大 所以你就黑色短裤 黑色长裤 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追逐POLO的道路上 从我以后 你是过脚乎的我 对 这就是一件黑色的POLO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胸前这个黑白的人头的印花 一枣普通POLO的这种沉闷 它呢就是普通的POLO衫的面料 它是有阔型的 所以上升之后我选的S 我觉得差不多刚好 除非你上班族 POLO衫搭配的时候 尽可能轻松休闲一点 我会有两种搭配 第一种搭配呢 休闲裤帆布鞋 裤子呢我们可以稍微宽松一点 卷个裤脚再搭配日常一点的包 第二种 进阶一点 我们可以在正装和休闲中 找平衡点 打破固有的思维 尝试混搭 隔子西裤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避免全黑我们可以叠穿T恤 这样呢我们可以余地 可以加入其他的影色 接着要分享两件白T 夏天其实白T是必不可少的单品 但你整个夏天会见到 我无数件白T就眼花缭乱 这时候你就要选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好了 这第一件呢就是一个可爱的头目 就可可爱简简单单 你可以穿的很酷 也可以穿的很 卡哇伊 就我感觉男女都可以试用的一个图案 那他这件T恤呢就是比较宽大的 oversize的版型 对就有点HIPHOP 领口呢也是比较宽大的领口 就很适合你喜欢穿 宽一点领口的朋友们 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的面料也有一定的厚 所以他会有一定的阔系 然后搭配方面呢 我觉得他其实比较百搭 你可以搭一些黑色普通裤就好了 我提供搭配呢 我就展示一下不一样的 我就用了之前出现的亮绿色短裤 针织的还有一条灰色的长裤 上身丁织产是不同的搭配 接着是第二件白T 他和刚刚那件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我觉得他这是阔型上非常相似 但这件要比刚刚那件的面料凉爽很多 它前面也是一个印花 但它是用纸喷的工艺 所以更加有一种清洗 连复古感觉的T恤 印花呢也非常的有年代感 它是八面煞心这个电影 男主和宠物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背面是这样的 在买它的时候 我就想我要把它搭配的 嘻哈街头一点 所以第一种搭配呢 我就要选这一个 这个好像已经下架这条裤子 给你组径看一下 它虽然是牛仔 但它上面有一个直绒的细节 这种猩猩 很不一样 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第二种就是一个短裤 虽然是我最短的短裤了 它就可以穿在你的膝盖上面 每当夏天就把它拿出来 它旁边有个白色的边 刷完身之后 你就会有点少年感 很运动 有一个小tips 你穿这种膝盖上运的短裤的时候呢 你T恤就可以盖下来穿 然后穿袜子一次 完全没有问题 再搭一个运动鞋就刚好 下午以衬衫是我夏天 绝对不会少的单品 我去年还专门出过专题来分享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这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matched 它是紫红色大色块来 分割了这个风景的印花 如果你是刚入门 想要尝试花衬衫的话 不妨从这种简单的款式入手 它这个是比较宽大的 面料是比较轻薄的 很适合夏天 搭配方面呢 我一种是敞开来 一种是扣上来 敞开来我里面就会搭配 这个灰色的T恤 另外一种穿吧 我就把扣子全部都扣上 杂羽肤帽和短裤 我最近真的很爱这种 均绿色的和户外的元素 所以我买了很多这样的单品 这条裤子就是新的 它大概是到我膝盖下面一点点 我觉得这种均绿色的裤子 真的非常好搭 它会让你夏天穿搭更加的丰富 这条是改良了传统军装的元素 它有多个大容量的口袋 和分割的细节 这里呢 它的腰头是调节扣的 像我们这种腰起子呢 方便你日常穿着 这个面料呢 是洗水 还有石磨过的 就是做旧的效果 上身呢 就是既舒服又耐看 这一件它就是 实用性和观想性都可以兼顾 这件T恤感觉随时随刻都散发着光芒 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样子 它是一件荧光的桃红色 这个它前面呢 是一个电光蓝的发泡的一个樱花 搭配上很多人会害怕这种荧光色 之前还有人来私信我说 可不可以出荧光色穿搭 其实这种荧光色 我的一个小提示 就是你用深色的下妆去压它 就绝对不会出错 我两种搭配 第一种搭配 我就用之前出现过的 优衣裤的这个长裤 直筒的深蓝色 因为它上面有蓝色元素 你可以有呼应 第二种搭配 我用的是一个裂装的短裤 它是单宁的 Usage的 我之前一直没抢到过它们的衣服 这次刚好赶巧它们上新 我就下单了 这个短裤 还有几件T恤 我觉得它们家的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因为整个质感非常的好 刚刚提到的Usage 所以就顺带分享给它们的T恤 但它们T恤每年卖的非常快 这次已经受勤了 所以我就随便说一下 它就是大概129块钱 我觉得它质感度很好 大家可以必须买 它每年都会出这种纯色的 低饱和度的 我这次买了三个颜色 我后会没有多买颜色 买了个米色卡其色橄榄绿 然后米色我刚穿洗掉了 它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样摆 觉得有点贴身 我比较喜欢这种橄榄绿 所以我今天就试这个橄榄绿 给你们看搭配 因为它是比较纯色的嘛 所以我下装我短裤会选有装饰感的 这条新净的黑短裤 它也是比较五分的长度 如果你想要再往上一点 你可以提 因为它就是松紧的嘛 会很方便你去穿脱 有点运动感 它是迷蒙的材质 前面有两个拉链和口袋 大口袋 所以起到装饰的效果 这样子的短裤 我前面出现过楼这里 在想起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它 第二种搭配我会延续T恤的这种感觉 搭配刚已经用过的卡其色的阔腿裤 我觉得夏天就必须要有种凉爽舒适的阔腿裤 就很舒服 你还可以搭配一个灰色的衬衫 这样也很好看 这个衬衫是棉的材质的 可以用来叠穿 再加上一个礼帽 编织的刚刚好 这样就虽然叠穿到了 但上身也很凉爽 这件呢有点特殊 它是32支纯棉针织的美式复古的短袖 上面呢是蹄花的图案 经典的牛仔切码 因为我很喜欢 所以呢我还是分享一下 虽然它有一些些厚实 不是非常的实用 搭配上会有两种 一种是搭配牛仔裤 戴笔帽 成熟一点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条人见人爱的军装短裤 搭配抱头帽 可爱俏皮一点 这件是一个薄荷绿的T恤 有没有给你一种夏天清凉的感觉 它也比较简单 就是前面有一个字母 后面也有字母 它也比较轻薄 夏天搭一个黑色短裤的厂部 都是OK的 这期最后就分享一下 我身上穿的这一套吧 这个T恤呢 就是一个字母的白色T恤 外面衬衫呢 我出现过很多次了 我还蛮穿之前衬衫 这是卡其色的 之前我是准备春天到夏天过度穿 然后分享一些衬衫的 但后来一下子 温度就到夏天了 没办法 如果你们想要 有这种的衬衫来夏天防晒的话 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一件衬衫的版权 还蛮不错的 这期视频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准备的还蛮充分蛮多的 所以希望呢 你们可以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